自從這個案子過了之後 我們一直在等行政院的複議理由 其實昨天我都希望能夠看到他具體的說 哪一條致愛男性 對於相關的法條本身致愛男性的部分 並沒有看到他們的理由 反而是說了一大堆很奇怪的七大原則 很簡單我們講一句 請問你覺得在國會說實話是致愛男性的嗎 你覺得提供資料給國會來做聽證調查 是致愛男性的嗎 如果這兩條你認為是致愛男性表示民進黨 或者執政黨的價值就是希望公務員到國會 來都說謊嗎 如果不是你認為致愛男性在哪裡 你認為的相關的藐視國會罪 剛剛總照已經說了 他是要經過他是刑法 經過法院經過檢察官起訴 經過法官判決 不是什麼人因為這樣子都會由立法院來判決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標準的造謠 行政院他是帶領國家行政單位的最高 最高行政機關 他不但有相當的道德上的責任 也有相關的政治責任 憲法真有小兒文規定的很清楚 如果你提複議 如果超過二分之一的立法委員 維持原意 複議案不會通過 那過去的憲法 以中華民國憲法來說 如果複議案通過 沒有通過的話 行政院長是必須下台的 雖然針繡條文把這個條 這條廢掉了 但是這是在行政倫理上面 如果你提複議沒有成功 其實院長在所有民主國家都是被貼了一個不信任 今天的院長才上任 幾天而已 你就要跟國會告訴 讓國會直接打臉你說 我們不信任你嗎 民主黨總召 柯建民說 複議不過我一定會提釋釋釋釋釋釋釋是你的權利 我們都尊重 但是比較離譜的是民進黨的秘書長林又唱說 如果複議案動員 我們會繼續街頭開講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執政黨 他把複議案當成他的街頭運動 我們的現在的執政黨 現在的行政院 把國會複議案這麼重要的 相關的行政責任上面東西訴訟於街頭 更嚴重的是他擺明了要跟現在的國會進行對立 不願意協商 也不願意討論 這個案子剛剛講了七大理由 裡面大部分都是虛假的 這樣的態度不僅只是單純為了政黨利益 在希望能夠在選舉利益上面或者是選舉動員上面 為了他的政黨利益來做事 而製造社會的對立以及撕裂 這個複議案很清楚的 我們希望知道你到底覺得在國會說實話 是不是自暗難刑 我們也請你大聲的說出來 你覺得公務員在國會應該要說謊 那就是你行政員的態度 就是你民進黨的價值 你就大聲說出來 而不是今天用這樣的方式去 雲目混珠 把整個國會改革的法案 你凝聚成你政黨動員的 籌碼 這個是我們認為非常不齒的地方 所以執政黨的價值 我們希望你大聲的說 如果以今天你的複議理由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就告訴所有全國的公務員 你們到國會都可以說謊 如果這是你的價值 那也不奇怪了 看了這個行政院提出的七大複議 真的非常的驚訝 這種東西怎麼敢拿出來 這幾乎是小學生的水準 完全是拿了圖卡 那些造謠圖卡來恢復 這是一個兩院何等神聖的事情 那竟然這麼的粗躁 完全以造謠的方式沒有事實的根據 所以這裡充分的顯示出來 這個就是一個耍賴 耍賴的作為 反改革的心態 沒收民主 沒收民主 現在你所看到的整個的 這些作為 整個的行政院 包括民進黨 政府 整個的 就像一個權力的庫斯拉 像權力的庫斯拉 這一個不惜 不惜整個國家 社會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要吞食所有的權力 吞食所有的權力 想要沒收國會 想要用街頭運動的方式來帶動 把整個社會 各種的人民帶上街頭來對立 這是多麼的不負責任 的一個行為 甚至更何況 在這一個的版本當中 他到底有沒有看內容 這個裡面 這次國會改革修正法案 有很多都是民進黨的版本 民進黨自己的提案 甚至比這個還要嚴重 比如說 這個第48條 在這次的這個改革版本當中 有關這個 如果公務人員 這個拒絕調閱或引力不提供的時候 經過院會的決議 移送監察院依法糾正 彈劾 然後如果是社會人士有關這個拒絕引力資料的話 儲於1萬元 以上10萬元以下 1萬元而已 民進黨的版本 是1到30萬 1到30萬 而且在改革版當中 還有救濟的 的方法 民進黨版本 是完全沒有辦法 所以呢 這一次 所以自愛難刑 這樣一個理由 完全是 狗屁不通 如果要用這個標準來檢驗 現時所有的法規 沒有一個完美的法案 沒有一個完美的法案 行政院都可以拿來覆議 法案可不可行 是要經過實踐跟驗證 這一次通過的版本 當中立法院可以擴權嗎 每一個都要受到各個機關 各個的執行 經過法院 經過各方面的一個認證 在時間的過程當中 還要經過立法院 各個政黨當中的 一個共識才有辦法推動 所以在這個整個的改革 都還沒有邁開來之前 就以自愛難刑 要全面沒收 這個是一個完全反改革 不負責的精神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一生劇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 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一生菌 我才認識了 這個克菲爾一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一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 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生菌 不僅是幫助 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 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 腸道菌 走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一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黑鍵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還有假的 讓我吃到 中文明 我來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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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